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春秋节快到了,今天我们是吃做月饼 说起月饼呢,大家应该常想到的是这些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大同和内蒙地区人们常吃的月饼 我这吃大同,人们经常吃的是这种月饼 我特意买了一款,给大家对比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复刻的是这款混糖月饼 什么是混糖呢?就是冰糖和白糖混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混糖月饼了 真的是好香呀,别看样子很普通,但是味道真的是一级棒 我们今天就来复刻看 这是做月饼的所有材料 250克中筋面粉 加入3克泡打粉,1克苏打粉 把材料混合均匀 这款月饼,最具特色的就是胡麻油了 100毫升胡麻油加热,放到一边晾凉 150毫升清水 加入45克冰糖 45克白糖 熬到水和糖 熬到水和糖加起来 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把它们加入到面粉中 一支拌到没有干粉 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 就是这个状态 放在一边 醒35分钟 清烤的面团 我们拿出来 给它分成四个剂子 稍微揉一下 这样子收下口 轻轻按压一下 放入烤盘 撒上白芝麻 上下火200度 烤15分钟以后取出来 每个月饼上边 再刷上一下胡麻油 再次放入烤箱烤7分钟 就好了 刚烤出来的月饼 外酥里软 鲜味浓郁 也可以回油两到三天再吃 回油后滋润绵软 回味悠长 这个不具地方特色的月饼就做好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试着做一下 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录制到这 我们下期见